近日,一则关于全能型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的新闻,引起大家广泛关注。 11月6日,小阳市出现大幅降温天气,并伴有降雨大风,市民纷纷天一出行。 据辽宁省气象局消息,受东北冷窝及地面气旋强烈发展影响, 10月7日至9日白天,辽宁省将出现暴雪、雨雪冰冻、寒潮、大风天气。 11月6日,记者来到辽宁省气象局新闻发布会现场,了解辽宁此轮前东历史罕见天气的成因和特点。 这个冷暖空气交汇的地点正好就是在我们省的北部地区,所以造成了这个辽宁大范围的雨雪这样一个天气。 刘勇介绍,此次辽宁地区出现的天气过程,持续时间长,影响范围广,降雪量大,并伴随雨雪冻雨,为辽宁前东历史罕见。 在我们这个农冬季节,比如说在12月份,1月份,我们的气温比较低是很正常的,但是在这个11月初就出现这么低的这个气温是不正常的。 我们普查了一下,这次的过程是近10年来少见的,所以我们说是前东罕见的一次灾害性天气过程。 雨雪量大成为此轮天气过程的首要特点,据辽宁气象局预测,本次降雪量最大将达到30到50毫米,积雪的深度最大可达到30厘米以上。 冷暖冷的天气结构导致降水向太复杂。 而且这次过程呢,它是一个从小变大,然后又出现雨加雪,又又动雨,最后到暴雪,特大暴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,所以我们说降雪量比较大。 第二个呢,持续时间呢,也会比较长,因为从整个天气过程来讲,它是一个寒潮天气过程,降温的幅度有一个先降温,然后又有一个低温维持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。 第三个,我们的风速呢,还是比较大的,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的风速可以达到11级,内陆地区的风速可以达到8级以上,这样对整个的这个城市的运行,包括我们的生产生活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。 不过,据刘勇预测,本次降温在经历9日的最低点之后,预计在15日左右,气温还会出现一个回升的过程。